一俩豪车驶来,车上是一个霸气十足的女子,她打扮自信,气场十足,仿佛一切都在她挥手之间,下了车,一男子迎来过来, 是女子的弟弟,她想接姐姐的车出去见女友,虽然没有明说,但姐姐一下就猜中了,她对弟弟这段恋情十分反对,如果不是开着自己这辆豪车,那你还根本就不会看弟弟一眼,但弟弟执迷不悟,说那你还不是姐姐想象的那样,她也不知道自己家有个豪车俱乐部,下一秒姐姐就打了她的脸,说那你还早就调查过你了,不然相差六岁,她怎么会看上你,尽管姐姐说到这份上了,弟弟还是听不进去, 就是要去见那个女孩,这次姐姐也阴气了起来,不能再让那女孩诱骗自己的弟弟了,她让弟弟开辆破车,试见那女孩试试,看她会是什么态度,弟弟一听急了,带着半分赌气的心理,开着破车去约会了,弟弟走后,姐姐吩咐管家,给她准备一辆电动车,她要做什么呢? 姐姐,你回来了,家里还好吧,挺好的,姐姐,借你车用一下吧,你是不是又去找她,我不同意你们在一起,你为什么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她是个好女孩,好女孩,你要是不看我这台宝马去,你看她会不会跟你在一起,姐,她不是你想那样的,她不知道我们家里有个豪车俱乐部,她早就找人打听过你了,相差六岁,你觉得她是真的爱你的吗? 那也怎样,真爱是吧,真爱是吧,如果你今天不开这台宝马去,你看她会怎么对你,好,我现在就去 等等,律师,你过来,董事长,帮我去准备一辆电动车,嗯,好的,董事长 试试,听说最近有个副家子弟在回你,是真的吗?对啊,她待会就会开车把外号出来接我,好好抄,真的假的呀,该不会是骗子吧,怎么可能,她是没有个骗我的 所以셔 你知道吗? 哎 ему是个你是真爱的,就不是你不这样,哈哈 你开着来这辆车去,没有砝马 我 gł Citancher 请打发自己鼓势 你跟我不讲手的 我才许你个宝马你他们这里喜欢我 现在这么重来给你看,他不是 tecnología 你中生我 这个女生有数量 你去按照保护他 我就这么一个 好的同事长 是是怎么那么久了还没来 该不会是骗子吧 不可能我早就要爬过了 他是老罗集团的上演 老罗集团 嫁给他可是多少少女 那么没求的事情啊 大小有钱了 可别忘记我了呀 放心吧 哎 是是他该不会就是 其那样扣个火来接你吧 亲爱的 还得久的 如果刚才的话 少女喜欢 是是 他该不会就是你口什么少爷吧 我一看就是我求表示 我的脸子被你丢尽了 脸子被你丢尽了 我跟我规律说 你会开一辆豪车来接我 而你呢 开一辆破火我就来了 你又怎么跟你在一起啊 看啊 今天是看不到把万豪车了 你看看人家 你再看看你 是是 是真的爱你的 你再给我一位好吗 叫你一个丑小子 他想跟我扯你的 对他妈让妈妈想起来而已 就是 骑个破鬼火还想追我闺蜜 是 你有这么想的吗 没错 我选择他也不会属于你 你看到人家 他在SUV 你呢 骑个破鬼火 看到人家做了什么 项链哎 你呢 当着也会认为我 当着是什么啊 你呀 咬得愿 咬得愿 别离开了 没啥 哼 你个丑小子 拿什么来跟我扯 你们就给我站住 站住 小子 你叫谁站住呢 有总赞署一遍 叫了救死 三平 我弟那边现在什么情况 别以为 开个破二十一 像你这样说 我个电话 可以叫了一百两 只有你个丑小子 还一个电话 叫了一百两 你如果能叫了一百两 五两 我叫总是反正滚回去 是吗 我现在就叫了一百两 五两 给你看 敢不敢借你手机 给我打电话 别借给他 万一他是骗子呢 当初以为你少了少爷 我就听见了海河 没想到你是骗子呢 先生 你说的鬼还没有去 那个女的真的是败精灵 他现在真的欺负你屁股吗 我听见了 我就给他看看 一百两五菱红光 你在那里等我 我马上过去 小米 你给我集齐所有五菱红光 你给我集齐所有五菱红光 敢去过地 我要让他逛逛 往回家 我没人家 你知道史实为什么喜欢我吗 就因为你酒 习根光光都喜欢你 这些皮肤真的就是他乐 有本事把你刚说话再重新一遍 就你一块九小子 难道我还怕你不惨 肚子挺狗第二个家 就是因为我骑个电脑车 你们才这样对我的吗 没错 就是因为你穷 你什么都没有 你骗得上我吗 你看看他 虽然没有你帅 没有你对我好 但是他比你有钱啊 小子 要坏就坏你没钱 出生没活啊 你就跟我比是吧 好 我现在就跟你看看我的实力 好啊 你人一百亮五菱红光啊 要是接到过来啊 借你手机给我打个电话 五分钟 就来一百亮五菱红光 手机给你 当然我又是干不到一百亮五菱红光 因为你死的很难看 市长 你要的一百亮五菱红光 对不起啊 好 马上出发 对不起 姐 我需要一百两五菱红光 五菱红光之内 人家大北都集合吗 一百亮 哇 准备好了 三分钟之内 到达 好 谢谢姐 一百两五菱红光 马上就到 如果你能叫他一百两五菱红光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好 我到时要看看 你这个物质里的 那我有什么能爱 你觉得那都是我物质 这就是我物质的下场 赶紧给我道歉 道歉 这一个车是给你面子 哦 原来是这样 这一脚我还回信给你 你 别唱了车 你都敢踢 我看你是活着不耐房啊 要我看你是女人 我早就让你这我眼睛消失 这回你闯大祸了 不是他老公是谁吗 我管他老公是谁 你真惹的我 谁都跑死 你给我等着 董事长 你赶紧过来吧 不然要出大事啊 喂 哥 我被欺负了 赶紧过来 什么 你在哪里 我马上过去 你啊 你走 这是谁来的帮我了你了 我看未必 我死一笑之后 才进一步 好哥已经来了 对了 待会就你好看 你要是实际的话 赶紧给我起来道歉 要是我亲爱的高兴 还能放你一马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等他哥来了 可没那么好办了 你记得 就他这个神功 我又要向他道歉 嗯 嗯 谁那么大大抓 敢欺负我弟弟 哥 就是啊 就你小子是吧 敢欺负我弟弟 这一下就进去了 等我解过来了 听死没动了 好的 这小子好像不轻 特别反正这样 他就是一个骑破电动车的 肯定没什么背景 把车给我扔了 今天我给他点颜色看看 他是不知道我的力 摆着武林宏观已经到了 他就说他就在这一边 他就在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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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上 啊 沒事 就是我的 姐你終於來了 是女啊 就馬上去我俱樂部準備300輛野馬 700輛寶馬好的 300輛野馬700輛寶馬 你想不上天呢 我媽就等會兒看看他想我 姐你為什麼跟他們鬥氣 因為三年前 你看那個相片 一天到晚就知道了 什麼家庭都不住 在那兒都租了一個暑假了 還不走 他想在那兒等著過年了 我這樣 這麼 吃吃吃 我這麼跑還吃 你 還跟著 你就不能想說兩句嗎 以後這種重情線 再敢帶回家 我就把你修 馬上去我俱樂部 準備300輛野馬 700輛寶馬 好的 哼 300輛野馬 700輛寶馬 你想不上天啊 我媽 就等會兒看他看下午 姐 你為什麼跟他們鬥氣 因為 三年前 你看那個相片 一天到晚就知道我 什麼家庭都不住 在那兒都租了一個暑假了 還不走 還想在那兒等著過年呢 我叫我 叫我 我叫 吃吃吃 我這麼跑還吃 你 還跟著 你就不能少說兩句嗎 以後這種重情線 再敢帶回家 我就把你修了 我父母離開的時候 欠下一些賬 所以家的人說 在不湊錢的話 會把我家的房子給推倒 小舅 你幫幫我好嗎 求求你了 我的錢呢 都是不用 再說了 比你家現在的條件 你拿什麼房子 小舅你就幫幫我吧 你走吧 以後別來我家了 別來我去 真是 這就是他所做的一切 我今天要讓他加倍奉還 別說那麼多廢話 有300輛爺 700輛寶馬呢 這邊這邊那邊 快點快點快點 慢停 把100輛寶馬給撤了 300輛爺馬 700輛寶馬馬 馬上進場 好的明天 這是 哎呦呦呦 裝的還挺善 以後別跟兄弟們說 他跟我是群人 我先丟人 我勸你啊 別把石頭打自己的腳了 不語類聚 人也群分 你們這群狗眼看人低的人 可真是讓我大看眼界 好 他一擦 他三擦 三擦 五擦六 睡得很好 沒有 OK 很好 馬上出發 嗨 嗨 嗨 是的 車輛已經全部清免完畢了 好 馬上出發 車輛已經全部清免完畢了 好 馬上出發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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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總統長300讓也買七百兩把買離到吧 剩下啊不外甥女我錯了 我不是你的外甥女我是你的重親戚 親戚是什麼我不是要求你血毒送他 但是也請你別落底下屬 你把親情都整沒了 對方我不是愛你的 你介紹不了我弟最差的樣子 那麼你也不配擁有最好的他 至於你們兩個是男人的話就抱著滾回去吧 接我們走